Hello大家好,我是Batman 今天我们动手玩的是乐高蜘蛛侠英雄归来的套装 编号是76083 这次套装体积不大 重点依旧在可玩机关上 连小人上面都配有这个弹射机关 这种机关之前我们在介绍无敌钢铁侠的时候也介绍过 下面我们就来开箱 说明书 好,还有一小本 估计是一本押运车的一本机械飞翼的 然后是一本小漫画 中间有一页反了 果然,这小漫画实际上是两本合印的 一面是蜘蛛侠的,一面是雷神3的 看来这一季的乐高漫威套装确实不多 索性就把没什么内容的两部漫画印在一起了 两包零件 再来那是贴纸 虽然这套快速不多,但是贴纸还真不少 OK,下面我们就开动了 这次套装一共只有375块积木 算是这个中小型的套装 但是非常的良心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在这么小的套装里边就包含了钢铁侠 蜘蛛侠,突救这几位最主要的角色 基本上买这一套就够了 不像之前别的系列 你想凑齐所有的主角 还要买很多不同的套装 这套这么良心可能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刚才也提到了 这一季乐高漫威的套装本来也就不多 蜘蛛侠就两套 已经没有必要了,还把主角分散开了 我们这次套装的场景是老吊牙的 经常出现在乐高套装里边的追车场景 情节描述的是反派的突救和惊悚 劫持了政府部门运送机密物资的押运车之后 蜘蛛侠和钢铁侠打算把这辆车夺回来 这套乐高的剧情是这样的 电影里边有没有这样的剧情 我忘了,电影是挺久之前看的了 套装主体就是这两辆 看起来没什么特点的押运车 还有这个突救的机械飞翼 首先我们来看看这辆小车 这辆运车采用的是类似于小货车的造型 底盘很高 外表除了有很多贴纸之外 看起来没什么特别的 在车身的设计上 我比较喜欢的是车门的部分 两侧的弧形积木 让整车有了一种收腰的效果 车头看起来非常的坐视 进气格栅和大灯的组合 有点像是这个吉普的木马人 另外引擎盖上还有贴纸 表现出这个受损的效果 等风玻璃上面 还有这个小蜘蛛射出来的黏黏的蜘蛛网 管机关全部集中在了车尾的部分 除了车厢的门可以打开之外 两侧的箱体也是可以展开的 活动关键很紧 箱体又非常的厚实 摆动起来手感很好 车厢上面还挂着两个零件 组合起来可以变成一把枪 作为这个惊悚的武器 车厢里边装的东西也不少 首先就是一把可以调节高度的火神炮 平时是收在车厢里边的 展开之后可以抬起来 但是活动范围很有限 只能在竖直方向上转动 而且炮口将将能够过到车顶的高度 基本上只能打天上的飞机 很久没有实环了 这次我们争取打得准一点 放好目标 瞄准 发射 炮弹速度太快了 打没打中没看见 车厢里边除了一停火神炮之外 还有两个箱子 箱子上面不知道为什么印了一个 山寨将士神通里边主角热脸 下面写着这个DODC 这个DODC就是Department of Damage Control的缩写 可以翻译为这个损失控制部门 这个是我自己翻译的 这个部门是托尼史塔克和美国政府 共同建立的 只在各种天灾人祸之后 进行城市的清理工作 箱子一个是空的 另一个装着外星人的技术残骸 至于DODC为什么要打劫 押运有外星人科技的汽车 大家去看内影就知道了 之前来弄去卖我就不多赘述了 说完了押运车 我们再来看看这次套装里边亮点 突就的机械飞翼 造型还原上满分10分的话 我给打8分 并不说在细节上 有多还原电影里边的设计 而是在这么有限的零件数限制下 还能做到如此神似 真的觉得特别厉害 首先颜色上面跟电影里边一样 以这个墨绿色为主 结构上面也和电影里边的设计类似 前面一层是翅膀 后背一层是两个螺旋桨 翅膀采用的是卡尺关节 可以在水平方向上转动 每个卡尺都很紧 不用担心松脱 后边的螺旋桨使用的是球性关节 可以变换各种角度 翅膀的尖多 还要表现羽毛的结构 很像老鹰的翅膀 或者说是凸臼的翅膀 稍微转动一下 就能做出展翅翱翔的状态 非常的舒展 看着非常的舒服 翅膀小儿本身是通过背后的背包零件连接在机械翼上面的 处理方式比我之前想象的要简单有效 我以为会是像之前介绍过的翅翼的滑翔翼那样 是脚下有个固定的位置 站在上面的 小儿左右两侧还有两个弹射炮 我们就不失环了 然后再说说美中不足的地方 机械翼主体的这块灰色结构 其实挺巧妙的 用四个盾牌零件铺成 但是我个人觉得看起来有些单调 要是能用一些比如这个光剑手柄啊 或者小家子啊这种零件啊 多表现一些交错的纹理就好了 还有呢就是尾部螺旋桨的部分 中间是空的 要是能有个小扇叶就完美了 最后呢再说说套装里边的乐高小人 刚才也给大家介绍过了 分别是蜘蛛侠 钢铁侠 粗臼 还有惊悚 蜘蛛侠身上的印刷呢 也是根据电影里边的设计 重新调整过的 跟内战版本的蜘蛛侠稍微有些区别 主要呢就是前胸后背的logo变了 另外呢这次乐高啊 还给蜘蛛侠配了很多的配件 比如这个白色的 应该是这个黏黏的物体啊 放在手里一按 那就可以发热出去了 之前我们介绍过的无敌钢铁侠呢 也有类似的配件 但不知道为什么啊 上次我就没有这次这种奇怪的感觉 除此之外呢 还有一个蜘蛛雷达 拆在头顶呢就能进入探索模式 还有呢就是这个套装里边 还给小蜘蛛配了一部手机 我实在是想不起来 电影里边是不是有相关的桥段了 再来呢是钢铁侠 这次钢铁侠是MK47 脸是金色的 身上的装甲呢是银色的 反正现在钢铁侠出了这么多啊 花样也玩得差不多了 就是各种排列组合呗 不是金的 要不就是银的 要不就是金交错的 感觉有点坑啊 本来乐高小的身上就没什么细节 对于这种不走心的设计 像我这种喜欢收集乐高钢铁侠的人啊 只想说一句啊 请再多来一些 头盔里边呢 不好意思啊 大家就当什么都没有发生了 什么都没有看到 突出的小人啊 非常环球店里边的设计 一身墨绿色的 类似于二战飞机驾驶员的行头 头盔呢 使用的是之前啊 在无敌钢铁侠上面使用过的模具 印刷细节呢 非常的精致 比钢铁侠万年不变的头盔强多了 身上的细节呢 也非常的丰富 很漂亮 头盔下边面部小人的刻画 也非常的细致 一看呢就是一个老头是吧 后脑勺呢 还有非常细小的老年般的刻画 这种细节都不放过啊 实在是有点恐怖了 最后呢是惊悚 话说因为我不是漫威迷啊 看完电影呢 我对这个角色没有什么印象 要不因为在预告片里边一直出现 我都记不住有这么个人 这个乐高小人的刻画呢 也只能说实上是中规中矩 没有什么亮点 比较特殊的啊 就是手里边的两个大拳头 应该是表现它可以发射出 超强震道摸的类似全套的武器 好了以上呢就是本期的 乐高蜘蛛侠英雄龟来套装的介绍了 这部电影呢我还是很喜欢的 非常搞笑 而且很多桥段的设计都很新鲜 不像传统的超级英雄电影那么俗套 有点当初看了一堆超级英雄电影 审美疲劳之后呢 忽然看到死士的感觉 还没看过这部最新蜘蛛侠电影的同学呢 我也推荐大家去看一看 这次套装啊我也是非常的满意 价格不贵还一下就集齐了电影里边的主要角色 要是以后乐高的套装也能这么良心就好了 好了以上呢就是本期的节目啦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的话 也欢迎你订阅我的视频频道 关注我的新浪微博 我是巴特曼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拜拜 拜拜 by bwd6